我很想借這個機會多謝香港警察 多謝黃小姐,你救了我 我做了交通督導員接近四年 主要日常工作包括交通執法 以及指揮交通 我們做的事可能是小事 但背後的意義可以很大 試想一下,道路兩旁與泊滿車輛 一旦遇到緊急車輛 例如救護車、消防車 他們怎樣駛入 怎樣保障市民生命的財產 除了交通方面 巡邏期間遇到市民需要幫助 我們一定會伸出援手 今年大概二月,我出街逛逛 突然成身沒有力 我記得那時,心有些藝住 成身沒有力 那天我當席早姦 巡邏到九龍城打鼓嶺道時 突然見到伯伯坐在馬路中心 附近亦有巴士經過 所以很擔心他的安全 那時伯伯坐在這裏 兩邊有很多車,很危險 我即時扶起伯伯,上行人路 幸好附近有市民一起幫忙扶起伯伯 真是辛苦了 他們拖回我坐行人路 我見自己清醒 沒有頭暈 其實休息下就沒事 不用去醫院了 因為我都有少少急救經驗 我先初步檢查伯伯手和腳的關子 再問伯伯有沒有頭暈 有沒有想咬等等 始終我都不是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士 評估不到伯伯的傷勢 最終經過一番勸喻 伯伯都答應去醫院檢查 在救護車未到的時候 我一直陪伯伯 我擔心我拖伯伯上行人路的時候 弄傷他 所以上到行人路之後 我再檢查伯伯的傷勢 接著我再聯絡他家人 跟他家人說伯伯現時的狀況 以及送去哪一間醫院 期間我將電話交給伯伯 讓他家人可以聽到伯伯的聲音 真的很窩心 黃小姐還買了一瓶水給我 好幸運我聽了他的勸喻 去了醫院檢查 做完手術之後 我現在一切安好 今次巡來期間 幫到伯伯很開心 知道伯伯做完手術 現在好了 我也覺得很感恩 交通都道遠不單只是執法者 還可以在不同方面幫到人 我覺得很有使命感 他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